DELTA變種病毒令全球經歷新一波疫情 本港持續面對輸入個案的壓力增加 為了嚴防輸入,政府宣布由今個星期五起 提高16個海外地區的風險組別 收緊來港人士的檢疫要求 美國、法國、泰國、馬來西亞、亞聯酋等15個國家 將會由中風險地區提升到高風險地區 按現在的檢疫規定 如果屬於高風險地區 只准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入境 並需要在指定酒店檢疫21天 其後7天要自我監察 另外,政府也將近日疫情反彈的澳洲 由低風險地區提升到中風險 即是只容許香港居民 以及已經接種疫苗的非香港居民來港 檢疫期會因應疫苗紀錄和抗體測試而有所不同 如果完成接種要檢疫14天 其後7天要自我監察 如果打完針並驗出有抗體 就只需要檢疫7天 另外加7天自我監察 衛生防護中心核下兩個科學委員會 下午開會之後便建議 收緊中風險和低風險地區入境人士的檢疫期 無論有沒有打針或驗出抗體 都要檢疫14天 再加7天自我監察 以免看漏眼 入境那些外來輸入的個案 就算打了針 都是有大病毒 如果去到第7天 只可以診斷到88.5%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星期酒店的檢疫 你是會找到88.5% 另外有6個個案 就是在第8至第14天裡面那個日子可以找到 所以如果你是 只是看頭7天的酒店檢疫 你會失去12% 那政府早前縮短檢疫期是否錯判形勢呢 許雪昌就說 專家在6月初提供有關建議的時候數據不足 現在調整屬於正常做法 他又說數據顯示已經接種疫苗患者 病毒量和未接種疫苗的患者相約 反映病毒對已經打針的人士仍然有傳播力 建議當局增加入境人士底港後的檢測次數 另外國泰機場貴賓室一名女職員初步確診 屬源頭不明本地個案 並帶有變種病毒 她居住的東涌日東二村未日流昨晚為風強檢 今早已完成檢測 暫時沒有發現確診個案 看看這宗個案的背景 這名女子是國泰航空的機場貴賓室 環宇堂的職員 上星期六最後一天上班 星期日出現發燒等病症 善後向涉嫁醫生和北大嶼山醫院求診 胸後退疫樣本結果呈初步陽性 並帶有L452R變種病毒株 衛生防護中心說這名女子沒有接種疫苗 潛伏期間沒有外遊 屬於本地個案 她的工作廚所 以及潛伏期和傳染期去過的地點 都要納入強制檢測 另外有三宗的輸入個案 三名患者分別由瑞士、日本、馬來西亞、抵港 其中一名由日本來港的48歲男子 她在5月完成接種了兩劑復必泰疫苗 近期的新冠肺炎輸入個案 部分患者都曾經接種疫苗 令人質疑疫苗的保護作用 實證員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 2月在北京接種了兩劑國藥的新冠疫苗 近日驗抗體 發現抗體的水平跌至邊緣 她擔心再過一個月抗體不足 相當於沒有打針 促請港府研究為市民打第三針 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疫苗可預防疾病科 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表示 下個月的會議會再審視有關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的資料 她又指本港的長者接種率低 目前並不是適合的時候 討論為長者接種第三針 在變種病毒的威脅下 疫苗接種率高達8成的以色列 亦都爆發了新一波的疫情 在過去的一個星期 每一天新增的病例有5千多宗 報導指由8月開始 重症個案是隔到400宗的 當中有超過一半的患者已經接種疫苗 當地重推強制戴口罩 出入指定場所要出事接種證明 他們正是研究注射第三劑的加強針 而疫情亦有可能影響在9月的猶太節日期間 以色列可能面臨第四次封鎖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 以往理解 一個地區有7至8成的人口接種疫苗 可以達至群體免疫 但隨著Delta的病毒變種 疫苗亦不能攔截病毒在社區擴散 接種疫苗應該重新定義 用作個人保障 文匯報社評 在香港《國安法》的法律威力震懾下 本港反中亂港組織土崩瓦解 骨幹成員鳥獸散 與教協民陣本質一樣 支聯會都是長期對港人洗腦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反中亂港組織 作惡多端罪行累累 不可能借解散組織或骨幹潛途 就將罪責推得一竿二正 反中亂港的帳一定要清算 這些組織的骨幹選擇潛途 必將一輩子背負罪責受到良心譴責 只有改言易設 回港配合警方調查 對自己的違法行為負責 才是唯一正確的出路 明報社評 阿富汗變天塔利班兵不血印佔領首都 由美國扶持的元政府軍望風瓦解 總統匆忙去國 重演當年南越西貢陷落一幕 拜登早撩阿富汗政權倒下 只是無料到號稱擁有30萬士兵的政府軍 既有教階軍備 亦有空軍支援 卻連一年半載都撐不到 阿富汗飽經戰禍 沒有人希望當地民眾繼續遭折騰 塔利班重掌政權大局已定 各方應該鼓勵塔利班 吸取20多年前的失敗教訓 放棄再走極端路線 和跨國恐怖組織切割 讓阿富汗回復穩定 成為正常國家 經濟日報社評 塔利班武裝分子 徽軍攻入首都喀布爾 時隔20年重奪政權 美軍敗走 而且只顧自身利益 背信棄義 令美國的國際形象和信譽再破損 拜登加快從阿富汗撤軍 原意是想集中資源來壓制中國 但他判斷失誤 阿富汗政府軍不堪一擊 迅速毀敗 令美國形象崩壞 對中國來說 阿富汗變天系把雙人劍 打亂了拜登對話的圖謀 但阿富汗逆主 令中俄地緣政治變得不明朗 恐怕成為僵毒和其他恐怖分子的溫藏 相信中方會靜觀其變 審慎應變 看看其他重點新聞 阿富汗塔利班佔領首都喀布爾後 大批民眾湧到機場 引發混亂 據報最少5人死亡 而美國總統拜登就發表說說 承認事態發展比他預期快 又說不後悔撤軍的決定 只永遠不會有撤軍的好時機 塔利班進駐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後 大批武裝分子 入主已經人去留空的總統府 塔利班全面控制阿富汗後 第二號人物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 巴拉達爾發表說說 說阿富汗的戰事已經結束 又說他們取得的勝利超出預料 但強調勝利不會令塔利班變得傲慢 承諾將會確保國家安全 為國民帶來福祉 塔利班會在接下來幾天 籌組一個開放和包容的伊斯蘭政府 國家也會改名 阿富汗伊斯蘭油長國 即是20年前美軍入侵之前 塔利班掌權時的名 有傳巴拉達爾也將會出任阿富汗總統 至於原本是阿富汗總統的加尼 就透過社交網站證實自己已經離國 說是為了避免流血衝突 但就未有表明會不會辭職 有報導說他身處烏茲別克 準備前往塔吉克 阿富汗一夜間改朝換代 很多人都擔心塔利班 會好像90年代執政的時候 實行嚴苛伊斯蘭教法 包括不讓女童上學 婦女外出必須遮掩全身等等 夏布爾國際機場 成為他們最後的逃生門 父老葵佑希望趕上最後一班民航客機 期間一度傳出槍聲 他們拼命爬上登基橋 但這個時候商業航班已經停飛 有人說不滿機場被美軍控制 美國等外交人員可以即時離開 平民就要無了期地等 有美國官員說美軍在機場曾經 明槍警告試圖控制秩序 但有報導就引述 阿富汗安全部門的消息 說美軍向停機坪的人開火 造成幾個人死亡 更多的是沒有能力逃難的居民 仍然處於恐慌 按塔利班要求留在赫布爾的家 美英等超過60個國家發表共同聲明 說阿富汗人民有權安全 和有尊嚴地生活 要求塔利班讓他們自由出入 機場和邊境維持開放 在塔利班揮軍公佔抹富汗各處之前 巴拉達爾在上個月底 曾經率團訪華 和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會面 外界關注中方的取態 在北京外交部就說 阿富汗局勢已經發生重大改變 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願和選擇 也都期待塔利班落實表態 讓阿富汗人民能夠遠離戰略 重建美好家園 中方始終尊重阿富汗的主權獨立 和領土完整 始終不干涉阿富汗內政 始終奉行面向全體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 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決定 自身命運前途的 全力願意繼續和阿富汗發展 幕僚友好合作關係 為阿富汗和平與重建發揮建設性作用 他又提到大部分在阿富汗的中國公民 已經在使館的安排下回國 現在還有一些自願留下的零星人員 中國市管也都繼續運作 香港電台記者優家威報道 民陣宣布解散 但是都是和平的 都是如果是通過申請 而警方是給了不反對通知書 是可以的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不用擔心 但是如果你說利用通過這些 遊行請願示威的行動 而有其他的政治目的 而對社會帶來很大的衝擊 影響破壞 這些當然是不可以的 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同樣認為 民陣解散不代表不可以遊行 但不能夠是反中亂港 國安法之下 他自己過往這十幾年的一個 所作所所為 已經走到一個窮同門路 大南臨頭的景地的所謂解散 也是其實標誌著 這個大型的反中亂港的遊行目中 將會成為歷史 前民陣召集人楊清賢 就說遊行集會是市民權利 認為今後需要採取更高創意 更靈活的方式去捍衛 早可能說八年十年的時候 每年七一的遊行的人數 都會成為了政府受歡迎度 或者施政受滿意度的一個指標 遊行集會自由其實對政府來說 都是有利的 很多學者其實已經說過 其實你都需要去理解這個民意 還有知道那個社會茅盛在哪裏 社會茅盛在哪裏 很茅盛地捍到一個位置 其實可以是一法不可求的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發表文章 點名提到教協和民診相繼宣佈解散 他重申任何人或機構犯下的罪行 不會因為解散辭任而就此消失 也不意味他們可以借此逃避罪責 不論相關組織是不是已經停止運作 一定會嚴格按照香港國安法 和其他相關法例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絕不會容許違法組織和犯法者 借解散逍遙法外 香港電台記者鄺仔昂貝道 今早大家吃早餐 會不會是買外賣的呢 現在不少的食肆 還是四人限聚令 想約多些人喝茶都不是那麼容易 在外國外賣都很普及 連帶外賣用的包裝紙袋需求都飄升 外國媒體就報道 美國一間大型的連鎖快餐店 最近由於紙袋供應問題 通知特許經營店的老闆 限制紙袋的訂單 除了外賣生意增加 即使是客人堂食 都會要求用紙袋裝食物 而員工就因為長期做外賣生意 也不習慣用托盤 除了外賣紙袋 早前就連茄汁、糖漿或咖啡杯等 都供應緊張 在今年2月 美國德州大停電 化工廠被迫停工 導致樹脂等用來製造塑膠的原材料 持續短缺 成本上升 不少香港人都會選擇買外賣 不過外賣的餐具又造成浪費 最近環境運動委員會 配合即棄餐具的諮詢計劃 和商場合作借用食物盒給市民 只要用八達通給20元岸金 就可以免費借用餐盒一個 吃完還不用洗 就這樣把清空了的餐盒 交回服務點 就可以用八達通拿回岸金 現在在荃灣和灣仔都可以借用 而我試借用餐盒時 還送一套可以再用的餐具 這項服務在八月底完結 大家可以試試 星島日報報道 反修例運動被捕人士中近四成是學生 警務處處長蕭澤宜 接受該部專訪時禍有關數字很驚人 痛心學生對國家認識不多 受假消息、假新聞誤導 代入違法陷阱 他透露警隊會通過盡快澄清假消息、假新聞 增加工作透明度 善用社交媒體、發放正面信息等 將年輕人拉回正軌 他又說相信運動員如果投考警隊 有體能和紀律性的優勢 警隊將會加強向精英運動員招手 幫助運動員了解警隊日常運作和投考資訊 而現時有超過60名前港隊代表正服務警隊 信報報道 由商業原則定價 立法會只需按過往安排 繳交一元像證式租金 有知情人士估計 該租約實際總額至少需2億元計算 行政處回覆查詢時沒有披露實際數字 只是和財政司司長法團以市值租金 承租中信大廈三層 租約為期三年 明報報道 該部獲釋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 星期日訪港 港府會安排幾場宣港會 主題圍繞香港 如何配合十四五規劃 據了解 今次南下的官員有十幾人 包括法改委、科技部官員 而這次安排由港府邀請京官南下 並由中共最高領導層拍板 如果黃柳權出席立法會下星期一 舉行的國家十四五規劃講座 將會是第一次由京官去立法會出席官式講座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和 現時立法會局勢平和 京官可以與議員理性平和深入交流 相信日後會有更多類似的官式拜訪